好,宝贝们,刚才唐古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惊喜,就是有请到了我们的虾米老师,还有楚帅老师,这是两位英语老师,他们以自己幽默,非常open的方式,给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演绎了一下后生可畏的这个小故事。 那在三字经当中啊,我们也会发现,他一开始,秦学篇就说到了,说西众尼,师相婆,就是以前的时候众尼呢,就是孔子,对不对,孔子尼,秋字众尼,当时孔子已经是一个门下弟子三千的一个大教育家思想家了,是很有威望的,那么他带着他的弟子子鹿呢,他们到各国去周游列国的时候,就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小朋友, 小朋友在路上堆了一个小土堆,他就说那个是成了,对吧,于是呢,就发生了刚才两位嘉宾给咱们扮演的他们之间呢,相互可以说是以智取胜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,之后孔子呢,却甘拜夏丰,认相婆为师了,或者是叫他老师了,那我们也会发现,一个大教育家,大学问家孔子, 他都能够拜一个七岁的儿童为师,古圣贤,这就是古代的圣贤啊,圣秦学,连他们呢,都如此的谦虚,他没有站在一个高度上,然后觉得这个小朋友什么都不是,对不对,哎,真正的我们浑然那个古典的古代的情景, 大家会发现,孔子他是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的,哎,那么包括他面对一个小朋友,他们之间呢,哎,去以智取胜,去相互较量的时候,孔子他的内心也是,哎,很尊重对方的,那这个时候,我们就会感觉到,哇,孔子看到了这个小朋友,真的是不得了,后生可畏,是值得他敬畏的, 于是呢,这小朋友说,愿赌服输,哎,你叫我一声老师,我就让你过去,还孔子呢,真的叫相陀老师,那我们就会感觉到,啊,原来从古自尖呀,这些,呃,贤能,这些又或者说是圣贤,他们呀,都非常勤奋的,而且呢,也非常轻信的去学习,更何况,我们呢,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, 西中尼,诗相陀,古圣贤,上勤学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,好,那么下半部分,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人,这个人呀,就是赵普,赵忠令,忠令是他的官职,就他已经做到忠令的这个官职了,读鲁论,笔记是,学且勤,刚才是上勤学, 现在是学且勤,那么,这个地方啊,就要从,哎,论语说起了,那我们都知道啊,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位皇帝叫做赵匡印,对吧,赵匡印呢,他是我们宋代的开国皇帝, 以后老师在讲尔雅直播辅导的时候,我给大家拓展一些有意思的文化,比如说,古代的服饰, 因为宋代呢,当时的这些宋代的君主啊,他是崇尚节俭,而且呢,当时呢,他们不像唐代,比如说,哎,还穿女人穿的衣服,还有许多都落在外面,对吧,那当时呢,他们以保守为主,那官员们,他们的那个官职越大,他们的官当得越大,这个帽子旁边的啊,这个小横幅啊,他就越长,对吧,那这个人呢,就叫赵普, 赵普啊,他是辅佐赵匡印,当时打下江山的这么一个大功臣,可是,人们都知道,赵普他有一个习惯,你看,他一直都官至中令了,当到中令了,那可能好多的人都觉得,哇,你都当这么大的官了,以后要什么没有啊,对不对, 而赵普呢,他每天都手不试卷,他不看别的,他就看论语,你看,论语就是古代的私书之一,对不对,哎,大学重用论语孟子, 那,论语当中究竟有多少智慧啊,哎,这个赵普他就说了,说,半步论语至天下,什么意思啊,就是当时他不是还是在辅佐皇帝吗, 那皇帝可能每天要处理许许多多的政务,哎,他就要在旁边呢,去出门画策,那可能皇帝也会遇到一些难题, 这个时候呢,把这些难题下发给各部的官员,比如说下发给了赵中令身上了, 那么他,他每一次遇到了难题,他解决不了的时候,他都并不是沮丧或者垂头上放弃, 他很淡定的拿着他的论语,哎,就回到家中,然后独一晚上论语之后,第二天他就有了妙招, 就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,这些难题在他的论语之下呀,那都迎刃而解了, 所以说赵普他就说了,曾经,哎,我凭借着半步论语帮皇帝打了这个天下, 现在我要凭另外半步论语帮着皇帝治天下, 这就有了一句一直流传至今的俗语叫做半步论语治天下, 好,孩子们,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,赵忠令读卤论, 这个卤论呀,就是当时在卤国通行的论语二十篇, 就是他每天读每天读,对吧,笔记是, 你看他都已经当上了官了,对吧,记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官职了, 是就是试图那个官,对吧,好,学且勤,还每天这么勤奋的学习了, 那么我们呢,比如是这一次期末考试考了一百分,觉得自己牛了, 然后一周或者是一个月都没怎么太好好学习, 那当你发现自己退步的时候,你想着急也晚了, 这样吧,所以说我们学习一定是要, 哎,像古人一样我们有一个持续性, 而且呢,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好, OK,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休息一会儿,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,有朋友说, 呃,你看我现在读的书真不少, 自从呢上了我们尔雅课程之后, 哎,老师呢也推荐了一些传统读物,对吧, 哎呀,我就开始去读了, 那首先呢,我们要注意啊,我们喜欢读书吗, 有朋友说,嗯,我喜欢读什么什么类型的书, 对不对,好,那么我们现在呢, 可能屏幕前的宝贝们在选书的时候会发现, 哎,我就喜欢读一种类型的书, 那么唐国老师要告诉你,书的海洋非常非常的广阔, 在书的海洋当中有许多和国学相关的, 我们能够去了解古代的文化, 和历史相关的, 我们能够去了解许许多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故事, 还有一些和科学相关的, 比如说有一些科普读物, 像十万个为什么, 除此之外还有和绘本相关的, 一个一个的图画,能够培养我们丰富的想象和表达的能力, 这就是书的海洋, 它的面太广了,对吧, 好,那么你们家里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图书, 唐文老师要问大家, 你是如何对待这些书籍的呢, 你看, 从古至今, 有这么多的古人, 他们就爱好读书, 而这些古人呢, 他们在那个年代可能有许多时候, 不像咱们今天这样, 我喜欢什么书, 只要我跟爸爸妈妈说了, 那爸爸妈妈呀, 这真的是非常高兴的, 赶紧买, 对不对, 买这个书来读, 或者是比如说, 我喜欢读什么书, 我可以进行的和学校的小朋友们来交换, 你有什么书我喜欢, 我也有喜欢的, 那我们不用再买新的了, 我们来换着读, 对不对, 有许许多多种灵活的方式,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, 当时的人们可没有这么幸运了, 而我们总说, 有许多东西得, 这个我们得到的太多呀, 便忘记了感恩, 我不觉得有书读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了, 可是古代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得起书, 比如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啊, 批仆编, 消逐简, 笔无书, 写之勉, 批仆编, 什么叫批仆编呀,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, 有一个人呀, 叫做陆温书, 陆温书啊, 那个时候由于他家很穷, 他就去给别人放羊, 那在放羊的过程当中啊, 他就看见那个扑鞭, 就是像植物, 那小叶子, 那个鞭草啊, 他放羊的过程当中就在地下散落着, 他就觉得, 哎, 这个叶子, 叶子那个叶片很大, 对吧, 哎, 这个叶片呢, 我可以干嘛呀, 我可以把它披成条, 披成一条一条一条的, 然后呢, 把它干嘛呀, 编成像席子一样的, 这攀开不就像一本书一样吗, 哎, 我再去, 因为那个时候我买不起书, 我就管邻居, 或者是我的这个, 比如说这个, 可以说是你的朋友, 对吧, 哎, 借来书读, 谁家里有书, 谁家有钱, 对吧, 有书, 我就把这个书借来, 借来之后干嘛呀, 我做好了铺编之后, 把这个书上的文字抄在铺编上, 没有书读, 我就来抄书来读书, 对吧, 好, 那除此之外呢, 还有另外的一个人, 萧竹简, 这个人呀, 叫做公孙宏, 好, 公孙宏他也是一样, 哎, 刚才呢, 是把字写在什么呀, 竹编上, 对吧, 哎, 写在那个铺编上, 现在呢, 就是把字呢, 刻在竹简上, 这些都是没有书的人, 他们把自己爱学的上书, 把自己爱学的春秋, 对吧, 哎, 觉得这个书籍里面, 有太多的智慧, 我要不看太可惜了, 可是我买不起, 我又想拥有, 怎么办呀, 我就抄下来, 对吧, 比如书, 他们都是没有读, 没有书的人, 且知名, 但是却非常的勤奋, 对不对, 哎,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, 那咱们今天的小朋友们, 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多的书, 我们不仅仅的要爱读书, 而且是不是要爱心书啊, 孩子们, 好, 这就是这一个板块啊,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, 下面一个板块也很有意思, 叫做头悬梁, 追刺骨, 笔不教, 自勤苦, 因为是勤奋读书嘛, 所以我们知道骨架有许多人, 他没有多拼啊, 这个人头悬梁, 追刺骨啊, 对吧, 读书, 困了的时候, 把自己的头发呢, 就悬挂在那个房梁上, 只要他困了一大颗水, 对吧, 这个头发呢, 就来提醒他, 哎, 可能耗得生疼, 那这个人呢, 追刺骨, 拿锥子, 只要是, 你看有多么狠啊, 只要是自己一困了, 拿锥子干嘛呀, 炸自己的, 哎, 不是屁股, 而是什么呀, 骨就是大腿, 这个地方高年级, 都好多东西都错了啊, 好, 骨就是大腿, 对吧, 好, 那么他们究竟是有怎样的雄心壮志, 才能有这么拼搏的精神呢, 笔不教, 你不用去教导他, 至亲虎, 自己就知道, 勤学苦读了, 那么接下来, 让我们来看一看, 头玄梁追刺骨的这个小故事吧,